每天买菜都走动了,不知道吃什么好 家人们一个说想吃鸡翅,一个说想吃虾 还有说想吃素的 赚了三千四场,不知道买什么 干脆来个一锅粥,全部买回来满足它们 活动弯特的鲜虾,先给它倒一点清水 维持它的生命 也可以放到水龙头下,滴滴水给它加加养气 其他食材已经全部洗好了 今天我就不洗菜了 现在我们来正式制作 把鸡翅的正反面各划上两刀 把好刀放到大碗中给它腌制一下 加上几块姜片,少许的料酒,两勺的生抽 一点点的牢臭 用手给它抓拌一下,腌制半个小时 锅中加清水,把鸡翅蛋放进去煮熟 这个时间把鲜虾处理一下 把鲜头这里剪掉 再把鲜胃给挤出来 然后把那个虾线一起扯出来 很简单,用水给它冲一冲 把鲜虾处理好后,放一边备用 鲜虾处理好,我们的鲜虾已煮熟了 把它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用凉水泡一泡,等一下去壳比较方便 接下来把去皮后的胡萝卜和土豆切捆到块 块头不用太大 土豆切好,放到清水中浸泡,防止它氧化 玉米一根,把它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块 青红甜椒,同样把它切块 洋葱切好,先给它打散 打散后,同样放一边备用 最后我们来剁点蒜末 现在来给泡凉后的鹌鲜蛋去壳 泡过后就很好脱皮了 材料全部准备好,我们来调碗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的料酒 一勺白糖,一勺的番茄汁 做喉酱一勺,黄豆酱一勺 蚝油一勺,生抽两勺 再加上少许的老抽 把它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个大盆 把我们准备好的蔬菜全部倒进去 加入一勺盐 胡椒粉半勺,这个是黑胡椒 用手给它搅拌均匀,腌制一下 充分搅拌均匀后放一边备用 烤盘中刷上一层油 开火把它烧热 烧热后把鸡翅放进去 给它两面煎香 想要快还可以上下火同时来 烤的差不多了,你的反锅面 有酱汁它比较容易浮 大家要掌握好火候哦 可以了,煎至两面金黄 就把它断出来,备用 另外准备一个锅把它烧热 锅热后倒入油 把蒜末倒进去爆香 爆出香味后把我们的蔬菜倒进去 稍微翻炒一下 稍微翻炒一下后把它铺平 铺平后把用昏内食材 摆好后均匀的调味我们调好的料汁 调好之后把锅盖盖上 调中火焖20分钟 可以了,时间已到 哇,真是太香了 碗面上撒上一点熟芝麻 最后再来撒一点香菜 不喜欢香菜的可以来葱花 不喜欢葱花的可以不放 开吃 这道炸菜一锅焖做好了 不加一滴水 口味丰富 色香味俱全 喜欢的朋友也来试试吧 来,吃饭了 爸,我们就是这一锅呀 还不够你吃啊 样样都有了 这是什么? 好滑 虾条 虾条? 嗯 哥哥,我不要那么多饭 这是鸩鸩饭 这是鸡饭 鸡饭 鸡饭好香 鸡饭不是鸡饭 鸡饭不是鸡饭 按鸡饭 鸡饭 哇,有点芝麻更香 哇,好烫哦 慢慢来 有点烫哦,等一下再吃 没有糊了 没有糊了是这样吃,你知道吗 才有味道呢 爸爸 爸 都吃一整天了 你跟第一次都不吃 你自己不会讲呀 整一次的 嗯 喜欢吃虾的 别说他 你看 我都要 大了 出来就考大学哈 嘿嘿